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在塞里里域对人 结局还算不错 男亲皇帝后裔 祖父在争权夺利中死去 父母带着年幼的他和弟弟四处逃命 监察院追击得厉害 祖父的亲信都死得差不多了 根本没有人敢接纳他们 而祖父是当年最有可能接手皇位的亲王 因为被监察院追得紧 父亲惨死在大内侍卫的刀下 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只好逃往了帝国他乡 在北齐终于安顿了下来 后来被北齐皇室知道了 然后将他接入皇宫 于是他从小就和小皇帝 海棠朵朵一起长大 其人的感情很好 他知道小皇帝是女儿身 皇帝对他也有情意 慢慢地他长大了 越来越美丽 有美貌又与南庆有深仇大恨 还有个弟弟在北齐 北齐太后利用这几点让去南庆当密探 于是他就被变成了最先驱的花魁 他表面历尽千番 实际还是处子之身 每次跟客人上床都用药将其迷晕 找别人代替 用这种方法既保着了自身的清白 又打探到很多隐晦的情报 还隐藏了身份 这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直到范贤的到来 范贤回京都后 第一次逛妓院就是最先驱 亲王世子李鸿成带他来赐 最先驱很红很红 红的不是别的 真是里面的花魁斯里里 这位斯里里姑娘不但貌落天仙 亲其书画 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 虽然不见得有多深的造诣 但在诸多京都才子有意无意间的吹嘘下 也博了个才女的名声 还有一个传言传说 里里姑娘其实并不姓斯 就姓李 却不是这个例子 而是李 皇室的姓氏 江湖留言中说 这位姑娘竟是开国之初的某位皇族遗孙 只是因为祖上犯了大事 才落魄到如今的地步 斯里里的美是毋庸置疑的 范贤迷晕斯里里以后 出去抱打郭宝坤一顿 回来后 范贤醒后 看着这姑娘的如花睡容 哪里忍耐得住 抱在怀里好生闻存了一阵 才满意地带着满手鱼香洗漱离船而去 范贤拥有两世智慧 两世家一起 心里年龄三十多岁 从未经历男女之事 面对斯里里这样一个美女 虽然动真格 但也是相拥而眠 口舌交缠 之所以没有真的与斯里里如何如何 倒不是因为范贤是个怎样的道学先生 纯粹是一种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洁癖在作怪 她很难接受别的男人曾经染指过的女人 而且前世的时候 见多了街上放着的性病防范宣传板 对于花柳病有一种很深的恐惧 这个世界又没有避云套 所以青楼逛逛无妨 真要做什么 未免有些冒险 二 斯里里配合策划了牛兰街刺杀一案 险些害死当时武功并不高强的范贤 事后被监察院查了出来 范贤气得要命 她想不明白 一个月前曾经口舌纠缠 相拥而眠的女子 居然是北齐的密探 想杀了自己 范贤来到监察院大牢 逼问斯里里 范贤淡淡地说着 淹雨里却是阴寒无比 声音越来越低 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是个不介意对女人用刑的人 因为你先想着杀我 同时 我是个女权主义者 身为在生死斗争之中 男女双方本来就是平等的 准备好一应相关的刑具 范贤直接对她用刑 逼她说出受谁之事 斯里里痛得死去活来 范贤还丢给她一瓶毒药 斯里里不想就此死去 范贤用祖宗的名声发誓 只要斯里里说出主使者 就会保她一条性命 别无选择的斯里里说出 胡先生 范贤扬长而去 两人再次见面 是回北齐的路上 范贤奉旨护送斯里里和萧恩幻颜冰云 范贤知道了斯里里的真实身份 也清楚了是自己老妈杀了人家的祖父 胖着这个女子 她愈发尴尬 自己不要脸相惜玉 但更加觉得斯里里有些楚楚可怜 这种可怜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身世遭逛如服品 所自然带出的感觉 与那位清美不似凡人的长公主 完全不一样 她察觉到了她被陈萍萍下了毒 一路上范贤大多数时间与斯里里在一起 俩人交谈了一场协议 范贤帮斯里里入后宫 帮她报仇 救她弟弟 斯里里必要的时候帮范贤说话 就这样到了北齐 三 斯里里喜欢范贤 不然她不会跟她达成协议 她更不会在范贤挟持她的时候 她明明有机会呼救 却闭口不言 当小皇帝和朗桃都远去后 范贤出来表示感谢 斯里里忽然抬起头来 望着范贤说道 不用谢我 应该是我谢你 当年北行路上你救了我一命 后来又救了我弟弟一命 这几年里 我在北齐皇宫 你从来没有试图来控制我 不论怎样 我也不忍心看着你被人杀死 北齐帝皇宫之中 一个真正的男人都没有 那种寂寞让斯里里情何以堪 姑娘家不知多少次 会想着范贤令人神往的指尖 那张温柔而又令人心寒的容颜 旧般蒸蒸撕了数年 竟是撕成了魔杖 真正与他有过肌肤之亲 甚至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的 还真的只有范贤这一个男子 可这个男子与他绝无可能 北齐小皇帝也喜欢他 在他身份暴露时 毫不犹豫地拿眼病与换他 也会在他想念范贤的时候气他 还会亲他 抱他 对他极好 他还是北齐皇宫里唯一得宠的李贵妃 他与北齐皇帝之间的关系 比很多人猜测的都更要亲密一些 他们是伴侣 是自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也是彼此清楚的对象 斯莉莉也喜欢小皇帝 所以他对范贤说过 可绝对不会让人伤害陛下 4.一个空有美貌 没有视力的女子 大多数都没有好结局 相比之下 斯莉莉的结局比一般女性都好 不管是被灭口 是随便嫁人 都不如嫁给一个 真心实意对自己 懂自己的女皇帝 不需要跟别人争风吃醋 还有享受不尽的富贵荣华 他与北齐小皇帝有一个孩子 一个属于范贤血脉的孩子 有这个孩子 后半辈子也不会寂寞无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